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部 核潜艇发射导弹直奔法国 总统下达不可撤销的核反击命令后 才发现上当了的灾难战争电影《狼豪》 大家好 这里是王帝讲电影 亚里士多德曾说 世界上有三种人 活人、死人和出海的人 在表面积超过全球70%的海洋中 危险无处不在 叙利亚海岸 一支身着吉利福的法国特种小队 正在执行秘密任务 附近海域 法国潜艇泰坦号正在潜伏 准备接应随时可能撤退的特种小队 外号金耳朵的男主 是潜艇的生纳员 负责监听和辨别周围的一切动静 就在特种小队即将撤退时 一艘驱逐舰突然出现 金耳朵经过分析对比 迅速确定是伊朗的佐罗亚斯德号 属于装备精良火力强大的高风险等级 副舰长打黑下令 启动超镜音航行模式 冒险在驱逐舰附近偷偷接近特种小队 让他们从鱼雷馆游进来 可此时 金耳朵又发现了一股微弱但有节奏的声音 是四叶螺旋桨的动静 轨迹细长且缓慢安静 可以否定不是货船 但潜艇为了满足静音和推力上的需求 都是579单叶术螺旋桨 根本没有四叶的 很可能是一头生病的魔香精 此时 特种小队情况危急 在副舰长的催促下 金耳朵只能赌上职业生涯 凭直觉给出答案 不是潜艇 但是他赌错了 刚才的声音就是一艘不明潜艇 在他们秘密接应特种小队时 不明潜艇已经将他们的位置 报告给了伊朗的驱逐舰 驱逐舰立刻打开声扎 伴随着狼嚎一般的刺耳声音传来 泰太号潜艇也随之暴露 同时 驱逐舰上的反潜直升机也同步起飞 直升机放下声扎 进一步确定泰太号的位置后 连续投放了数枚深海炸弹 潜艇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被动挨打 想反制可鱼雷不能上天 想逃跑速度相对于直升机慢得像条狗 唯一的办法就是深浅硬扛 可关键时刻 舰长老白却反其道行之 命令潜艇快速上扶 同时爆来了特种小队留在潜艇上的火箭筒 很快 这艘庞然大物通过急速排水浮出水面 舰长亲自抱着火箭筒来到舰桥 单膝跪地瞄准 顶着直升机的扫射一发入魂 炮弹打在直升机右后方引发直升机训报 同时 特种队员也全部从鱼雷馆进入潜艇 随后 潜艇快速下潜 逃之夭夭 回到法国后 金耳朵因为误判被一名上校停职 上校说 当时的声音只是一艘无人机 可又撤销了金耳朵的档案权限 不让他看调查报告 同时 舰长老白因为指挥得当 被一名将军调去担任猛烈号核潜艇舰长 这是海军至高无上的荣耀 副舰长大黑则升职舰长接管指挥泰坦号 担任猛烈号的护航任务 金耳朵这边肯定不甘心呀 通过将军敲击键盘密码时发出的声音 确定他按的是哪几个字母 然后发现能组成将军妻子的名字 果然密码正确 查看了调查档案后 发现那绝对是扯淡 他又迅速前往图书馆 查询大量资料 并在这里偶遇了管理员波浪妹 两人一见钟情 当晚就约在了酒吧小卓 然后直接回家滚了床单 通过波浪妹的点拨 金耳朵瞬间开窍 他来到升学分析中心 趁人不备偷偷溜进档案库 这里有大量过时的非绝密纸质档案 果然发现了和他听到的同一种声波 展开一看 真就是一艘俄国潜艇 不过因为是已经退役多年的 老掉牙型号德尔塔号 导致电子数据库已经删除了相关档案 金耳朵根本就没听说过 所以当时才无法分辨 这下金耳朵凭本事证明了自己的清白 甚至还被老白点名要去核潜艇猛烈号上继续当声纳员 他通过最严苛的厅力测试 每次都精准的爆出了发出声音的物体名称 就连两艘相同潜艇 其中一艘换过扇印他都能听出来 可悲催的是死在了尿剪上 可能是近期跟波浪妹频繁啪啪啪 导致金耳朵的尿剪不合格 他只能眼睁睁看着两艘潜艇出海 俄国在芬兰用核武施压 法国总统决定派遣猛烈号带着核弹前往恫贺 结果法国潜艇刚走不久 基地就拉响了核弹警报 进去疑问才得知 俄国直接在白令海峡发射了一枚核导弹 25分钟后将进入法国 俄国人竟然发动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猛烈号当即收到指令 隐匿踪迹等待下一步命令 此时俄国军方也慌了 称导弹不是他们发射的 让法国冷静 但法国认为敌人是在拖延时间 于是一边制定没把握的导弹拦截计划 一边准备核反击 此时在白令海峡的蓝宝石号 传回来导弹发射的讯息 发现发射核导弹的是一艘四叶核舰艇 现场的声学分析员只有金耳朵 将军直接现场抓了壮丁 一听音频 果然是才打过交道的俄国德尔塔号 老白这边随后收到加密电报 经过和副舰长的严苛核对 确认了是总统命令他们 立即向俄国发射核弹反击 法国基地这边 随着反弹道拦截导弹的拦截失败 整个基地都陷入了惶恐之中 这时 金耳朵发现了不对 他通过对比R30导弹的声音发现 敌方发射的核导弹 比正常的要轻20% 而这个重量正是核弹头的重量 也就是说 袭来的是一枚空包弹 将军立刻向总统电话报告了情况 总统同时也接到美国的情报 原来两年前 恐怖分子花费1.2亿欧元 从俄国前高官的手中 秘密买下了那艘 本将被拆解的老旧核潜艇 美国发现后 不小心把这事给忘了 直到今天 恐怖分子试图调剂第三次世界大战 他们才赶紧想起来这件事 并告知法国总统 可现在为时已晚 核反击的命令一旦下达 就无法撤销 就连总统本人也不行 核先廷确认核攻击的命令后 就会切断与外界的任何联系 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确保祖国遭到毁灭性打击 或者总统被俘虏后 仍有打击敌国的能力 为了不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罪人 将军只能下令 击沉猛烈号这艘果知戾气 果然 恐怖分子发射的导弹落到了森林里 没有造成伤亡 也没有核弹头 现在的任务 就是如何击沉猛烈号了 金日多和将军被直升机送到泰坦号上 随后直升机在猛烈号可能去的位置 投放了声插干扰器 企图把猛烈号逼出水面 校正导弹 但是老白太过优秀 不吃这一套 他利用红外扫描 在海底就完成了校正 泰坦号也来到了最佳发射位置 一边打开鱼雷管 一边尝试用水下通讯联系猛烈号 因为对方是自己最熟悉的搭档 老白本想破例接听水下通讯 但是副舰长提醒他 程序不可撤回 任何试图阻止几方发射的行为 都将被视为敌人 老白只好关闭了水下通讯 并准备击沉来舰 国家危难之际 不允许他掺杂任何个人情感 金日多这边 本可以率先发现猛烈号 但他承受不住内心的谴责 直接情绪爆发离场了 大黑为了挽救悲剧 决定最后一搏 他从鱼雷管带着推进器进入海中 试图找到猛烈号 并解释这次误会 但是猛烈号认为来者不善 直接发射了一枚鱼雷 鱼雷擦着泰坦号的头部爆炸 泰坦号的鱼雷是顿时燃起大火 在这里自责的金耳朵 被压在了鱼雷下 不过火情很快被控制住 金日多也被救出 泰坦号还有作战的能力 令人惋惜的是 冒险出舱的大黑 被海水巨大的压力夺去了生命 老白这边已经开始输入总统发射代码 准备发射核弹了 两分钟后 核导弹就能锁定目标 金日多临危受命 找到了猛烈号的位置 一枚陷倒鱼雷随即发射 老白为了不影响发射核弹 没有偏离航向 而是也发射了一枚鱼雷反制 他要炸断陷倒鱼雷的导线 而将军为了成功击中猛烈号 也决定硬扛这一发伤害 不进行规避 他要亲自操控鱼雷 炸掉猛烈号 老白这边 核弹发射只剩40秒 可距离限控鱼雷抵达只剩30秒 他下令发射干扰器 制造潜艇转弯的假象 但是将军没有上当 并用鱼雷成功锁定了 关闭所有动力 企图装死的猛烈号 可谁知 最后时刻 老白下令大量排气 硬生生制造出了一个潜艇分身 将军最后一秒被骗 改变鱼雷方向 炸向了猛烈号排出的气泡 随后 太太号的剑桥 被猛烈号刚才射出的鱼雷击中 舱内人员死伤惨重 猛烈号的控制室 也遭到重创 空气被污染 但是完成发射任务 还是能做到 就在重伤的老白 挣扎着要按下发射按钮时 金耳朵的声音传了过来 他让老白再信任他最后一次 千万不要发射核导弹 还说他听到狼嚎了 狼嚎这个词 是他们俩创造的形容词 最终老白没有发射核弹 此时 两座潜艇都在不断下沉 将军把唯一的生还希望 留给了金耳朵 给他穿上旧城衣后 射出了潜艇 但由于上升过程中 压强变化太快 金耳朵的骨膜直接破裂 导致他再也不能当声纳员了 电影最后 他们在潜艇上 祭奠了那些死去的勇士 这场灾难中没有对错 有的只是对国家忠心耿耿的英雄 狼嚎上映于2019年 是一部罕见的 法国核潜艇威慑题在电影 把两艘潜艇对一时的紧张感 表现得淋漓尽致 就是相关的作战逻辑上 有些漏洞 不过 本片的重点也不是这些 军人之间真挚的友谊 和本身的使命 才是导演所想表达的东西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